《偶像大師旗下》 結合了《偶像大師旗下》四個系列 跨越不同平台世代的極大成之作 《偶像大師新耀季節》 終於在 PS4 以及 PC 平台上正式推出 各位製作人準備好大展身手了嗎 《偶像大師》系列是萬代南夢宮旗下經典的偶像培育遊戲 融合了養成和陰游的要素 在最新的《星耀季節》裡 玩家依然是扮演 765 異能的製作人 才剛結束研修回國又馬上接到了社長交付的重任 居然是要與 1000 組藝人共同競爭 挑戰登上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偶像活動《星耀季節》 社長更表示既然要玩就玩大的 所以這次還找來了其他事務所的偶像一同參加 要由玩家來帶領這個跨事務所的超級天團 包含 765 事務所和著名的灰姑娘女孩 百萬人演唱會系列等等 有高達 29 名的美少女齊居一堂 該怎麼選才好呢 嘿嘿 小朋友才做選擇 這次玩家可以全都要 同時培育 29 個人 比手機平台還要精緻的建模 加上更為生動的舞台演出 只有兩個字婆爆能夠形容啦 遊戲中玩家必須要通過 每個月份的粉絲數目檢定 才有資格抵達最終的星耀季節舞台 藉由不同的訓練課程 羈絆交流 提高偶像們的表演實力 解開每位角色的獨特技能 才能夠在每週舞台活動中 吸引到大量粉絲目光 星耀季節收入了不同系列的名曲 一次給好給滿 而因為遊戲玩法的舞台活動 才是玩家實力見真章的部分 不僅要考慮偶像的能力數值 站位順序 發動能力的時機也非常重要 策略性十足 可不是單純的節奏遊戲喔 等不及要讓你培育的偶像 在舞台上發光發熱了嗎 快到偶像大師新耀季節裡 體驗演藝圈的殘酷吧